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哥 歡迎收看養魚樂趣多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要把這個水腰筋把它換掉 然後換成我們K1綠材 去做培菌和清潔水源的效果 你要準備的材料就是 一塊壓克力板 配合你的魚缸深度 看你要多大的尺寸 就去做切割 然後還要準備兩個臂夾 然後你可以使用切割電板去做搭配 把每個點都畫出來 就是要讓水流通過的點 現在要開始吞動 現在已經把水腰筋給移除 然後已經把我們的隔板放上去了 看你要放K1綠材的量 然後去做這個空間大小的配置 然後現在就可以開始放K1綠材 現在我們已經把K1綠材放進去了 大概放你空間一半的量 過幾天之後這個K1綠材就會開始旋轉 然後再加上隔板 速乾淨 速乾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